搜救人员忙着在空袭后的残破大楼中寻找可能的生还者 自从俄罗斯2022年2月发动全面入侵战争以来 乌克兰人的抗战生活正式跨越1000天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20日宣布 拜登政府将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国提供的杀伤性地雷 帮助减缓俄罗斯在战场上的进展 而在这项消息发布前 美国国防部本周稍早也宣布 将允许乌克兰使用陆军战术飞弹系统这项长城武器 来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 不止美国松绑武器限制 英国的暴风之影徐翼飞弹 稍早也被俄国官员证实 被乌军用来打击俄罗斯领土 面对美国当选总统川普 即将在明年1月上台 可能试图推动俄乌和谈 西方正试着在谈判前协助乌克兰取得强势地位 对此俄罗斯表示 这是西方对俄战争的新阶段 俄国将做出相应回应 总统普提日前宣布 批准一项修订过的核准则 扩大俄罗斯使用核武的范围 川普上任后将如何解决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如他所承诺的短时间内结束俄乌战争 将是明年主要的关注焦点 央广编译黄凡之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